哈喽,大家好,我是神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快速和有效的使用Auption Key 首先,什么是Auption Key? Auption Key就是在我们Command Key的隔壁的Key 虽然使用的几率比较少,不过并不代表它没有用 反而如果很好地使用它的话,可以提高你的做事效率 这里我准备了15个使用Auption Key的快捷键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神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MacBook和Males的食用手机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和关注神浩TV 那我们开始吧! 对了,为了方便你的学习和让我容易制作影片 我把这15个Auption Key分为三集来呈现 这一集是第一集 首先第一个使用的DIV就是 它可以复制和剪线 也就是Cut and Paste 如果要把这图片Cut and Paste在这边的话呢 点击这个图片,然后按Cmd C 然后再到这个Folder里面按Cmd C 图片就会从这边直接移到这一个地方了 第二个就是重启Finder 有时候我们的Finder会卡着,没有办法使用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重启的方式 可以点击这个Finder 右边按Cmd C 这边你可以看到是Hide而已 可是我们如果先按Option Key 然后按右边按Cmd C 就可以看到这个Relaunch 它就会重新再开过这个Finder 就是这样 第三个,快速的复制一件稳件 如果我们先按Option 然后再按这个图片 订一下 它就会总结出来了 第四个,Cmd C 例如这个Safari已经很卡了 所以我们在click 只可以看到click而已 按这个click的时候基本上是关不到的 这时候我们只要按多一次Ocean 它就会按到False click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关掉它了 第五个,快速的删除文件 正常来说我们都是把 不要的文件丢进去垃圾桶过后 再进去垃圾桶抵掉这个文件 可是这里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直接削掉垃圾桶 而直接删除这个文件 当然使用的时候 要非常小心 再三的确定这个文件是不需要的 过后才使用这样的方式 首先我们先点击这个图片 按Command Ocean Delete 然后它这边就会跟你说是 Delete Imaginary 然后就按Delete Delete完过后它是不会来垃圾桶的 它会直接被Delete掉 好啦,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沈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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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